這宗迷迷國情新聞厲害 話說在十八大後,這位叫楊曉波的山西高原市前市長 患了一條通姦罪,是十八屆以來第一位女士患通姦罪 至於她如何患通姦罪,話說她為何可以這麼火箭炮直升做高官 是因為她的官場中上司和下屬都有很多情人 這位楊曉波,看她的樣子,雖然是其貌不揚,但手段是一流 而且她短短十幾年間已經是女星高位,說她是火箭炮升職 她就說面對未來要坐牢入看守所,她非常恐懼,非常後悔 阿姐,十幾年風光,你後悔些什麼? 而且這副尊容有這麼多情人,據說有四十幾位情人,你都算賺了 這位通姦女士長果然是非常厲害